咱们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 就给您说到了 敌公啊 看破了郭夫人 杀害前夫 这么一个遗案 说郭掌柜在这场 长衣尸里要跪下磕了个头 这才须须的退出去 敌的人坐在靠椅上 陷入了沉死 不知怎么 他又想起了那两句诗 飘落已有声 峨眉古南泉 突然书房的门被推开了 马戎逃干 乔太三个人一起闯了进 来来大喜大喜 京师来了清晨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这里 说是有圣旨 传老爷回京 回京师 加官进爵 敌公啊 将信将疑 赶忙换了官府 出离了衙门 进行参拜 两个钦柴 黄袍玉带 见敌公出来 敌人节接旨 敌公从容的跪下 钦柴宣读圣旨 敌清人节 重量存心 兼真表志 勤劳主事 手载喧话 德行大章 智记批显 已尽为大礼四卿 正三品 赐福子 钦此 丁筹 东 十二月 敌公啊 恭恭敬敬的 谢罢了皇恩 结果圣旨 站起来又戏都一遍 仍然啊 不相信 仿佛是在梦中 但是心中不觉大喜 这支 清差说道 我说敌的人 圣上 御业 让敌老爷早日进京赴任 金殿仙 皆知之 既是行动之身 限期五天 不得有误 新任北周次使 今夜晚间 就可到达 另外一个清差言的 皇恩浩荡 子夕高照 敌老爷的三名亲随 圣上也欲比准了新职 特斥 陶干为 尚书省 刑部员外郎 乔太为 京师十六位 雅府 左果义都位 马荣为 京师十六位 雅府 右果义都位 陶干 乔太 马荣一听 不尽狂喜 赶忙的跪拜 仰谢圣恩 一宫陪着钦差 去这个贵宾楼小夕 传命擅防中午 在这个前厅 摆下丰盛的酒宴 一则来说 为钦差啊 洗尘 二一则 祝贺自己 生前 三年 启祝北周 长治酒安 百姓 丰衣足食 酒宴以罢 寄行 打点 行囊 明罗启程 马荣啊 这只说到 陶大哥 乔太哥 赶快将这好消息 向泉州宣布了 多多 负血 几张 咱们贴出去 哎呀 这玩意要有复印机 多好 三个人走出了 这个衙门的大门 周城的三街六市 早已披红锤绿 张灯旋彩 远远锣鼓声 喇叭声 欢乐声 鞭炮声 响成一片 整个周城 沉浸在 欢腾的 节日气氛当中 咱书要简言 敌宫回到了京师啊 没待啊 多长的时间 哎 也就啊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 坏了 京师啊 闹了瘟疫 京师 士兵民众 十个 死了 他有三个人 人心慌慌 百叶萧条 连皇上都一驾 奉降府朝廷 暂时的 迁出了长安 一宫受命 任这个京都留守 领大理寺政卿 总设 京急政务 哎 这倒不错 他算啊 头一号的皇上 在这个京师 巡礼经营 放阵腐化 以待这个病疫啊 缓解了 他这个鼠牙啊 设在了京兆浮隐 就在这儿办公 敌宫 紫蟒袍 金玉带 乌造靴 头上端端正正 一顶盘龙 寒珠金线 欠秀的太师官 他身旁站着 跟随他多年的 亲随干扮 乔泰 如今已经当了 京师十六位 雅府 左果一都尉 乔泰啊 这日戴着官帽 甲昼荣装 腰下 跨着一柄宝刀 台甲正当装 佩戴着一枚 双龙的金灰 在这儿 敌宫啊 感叹了一声 自言自语的说 圣上跟朝廷 已经迁出长安 半个月了 好一个人烟浮臭 百叶兴盛的繁华京都 如今竟成了 鬼魂游诗的世界 白天只见那些个身穿 黑袍头戴 黑帽兜的 收拾的队伍 拉着这个诗车 东奔西走啊 整个大街上 寡见人影 十里皆是 不闻歌声 陆列几乎就是 一座死城啊 周围 两万四千步的 长安城 如同啊 包裹了一层 湿布一般 你看看 这早两天 还有台长 龙王排位 明罗放炮 秋雨的人群 今天呢 你看了吗 竟然连一个 小贩的人眼都不见了 敌宫啊 摇了摇头 又继续的说道 凶恶的这个瘟疫 如何的发生 蔓延 我所知甚少啊 林薇寿命 半个月来 这个瘟疫 没有得到控制 死人 有增无解 眼见 尸骸遍地 人冤鬼哭 我于心何忍 中武文报 广城仓 放阵 又出了乱 没量的意外身亡 断了官府的 一条胳胃 一时之间 哪有合适的官员 能够自己独立的放阵事宜 乔太一听说道 拉雅 美长官在这个官仓放阵 这件事情上 可是费了心急 安定了京师 百姓浮动的人心 真是难为他 他不顾年事已高 忠心赤胆 周玄这个公务 他还从关中 为难等地 调拨来许多的 朱阳国属 到这个京师 他这一死 丢下了许多的 事情 旁人一时 无法下手 听说美长官 是从自己家里的楼梯上 摔下来死的 究竟是年龄太大 白日辛苦 夜间竟然出了意外 天了 咱们许多的不便 狄公一听 我思来想去 多半是他 刚要下楼的时候 心病猝发 不然就是劳累 败熬了这个心血 头晕目悬呢 摔下了楼梯 这不幸的意外 是咱们失去了一位 忠心耿耿的朋友 偏偏又在这种如此紧要的时刻 听说事故发生时 有个姓卢的大爷 正在现场 他经常去啊 梅府 为梅亮夫妇啊 看病 你呢 打听一下 他的住宅 请他到这个雅鼠来一次 我有话问他 梅亮啊 去世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 长安三大世家之一 这就绝了后四了 说这这儿 陶干呢 走进了内衙 插了一句话 陶干也是敌工的 心腹亲随 现在在这个京都 留任这个雅鼠的长使 专门管这个刑律诉讼 以及文书暗读 他看了看敌工说道 梅亮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 早亡梅夫人没有生育 这梅家敌宗啊 可就断绝了 其家产 均由这个关外的一房啊 足雄继承 敌工一听 经问道 陶干 你已经读完了 梅亮的全部案卷了 他的死讯是今天中午 这才知道 老爷 一个月前 我就读完了 梅氏一族的全部的 卷宗材料 这两三个月 我陆续的在念观中 最著名望的 几个士族大家的宗卷 我对他们的士气渊源 以及他们的原籍 还有一些个爵位的语夺 荤构的状况 人丁宗曼 一英的资料 甚感这个兴趣 每一个宗族都有厚厚的 几十杂子 丙株一夜 也未必能读完一杂呀 我读他们 正可以作为消磨长夜的最佳的这个乐师 敌工以赞赏的目光看着陶盖 叹了口气说 梅家这一消亡 京师当中士族就少了 只剩下夜跟这个和这么两家 陶盖呢 点了点头 一百年前 梅 夜和三家统治着 这关中经济一代 三家势力消产 互为牵制 以至于国朝成运力作 这三家虽然说 都消了这个爵位 夺了十一 却仍然忠名鼎识 保留着古旧的传统 跟这个家伙 仿佛啊 仍然是一个 大家视身一般 敌工以厅 点了点头 慢慢的捋了一下 额下 一步美然 他们生活在回忆当中 处处以自己的姓氏 世家为荣耀 傲视宿族新贵 他们甚至于将我们圣上 都视为寒族客家 唯有他们有数几宗巨族 乃是所谓的天地贵胄 他们彼此之间还顽固的使用 自己已经被尺夺的官智 绝强 他们编转 氏族的蝴蝶 严格限制族外的轰沟 已然自以为高人一等 鄙视万物 陶干一听 他们有意无视 目前王自尊大 把自己隔绝在一个 臣服的小天地里 他们的宅地 又大多数在长安旧城 不过美长官 却是一个例外 他脱颖出拔 与救世家 这些个人物 多有这个不和 并且急功好运 慎言敏行 端的是一个大学之道的心理 只是夜和两家 已就雇我 于当今时尚 盼入水火 瞧太一听 旧城里的人 将这个煤亮之死 看作不祥之兆 一手广为流传 家喻户晓的 童谣御市长 梅夜和三家的气运 已经到了近了 仿佛是天意如此 一宫一听 从古至今 一些个歌谣 童谣 就含有神秘的力量 人们说是天上的 这个星象 化为了小儿 口中欲言的祸福 而到头来 又往往的应念 真是衬尾浮轮一般 来无踪影 势如野火 不可指引 乔太 那个歌谣 是如何说的 你给我背诵背诵 乔太想了想 我呀就听了 这么几句 那你就说说吧 梅夜和观中喉 失其床 失其木 失其头 白日悠悠不得寿 我说老爷 梅长官从这个楼梯 上面摔下来 头破身亡 正好硬了 失其头啊 硬在这上面 狄公一听 木下 流行病盛行 圣驾西兴 人心惶恐 国不为奸 歹徒盗贼 必然是蠢蠢欲动 奸恶之徒 又趁火打劫 他们也会编造 一些个谎言 童谣之类 来蛊惑视听 挑动寻衅 你们要十分的小心 处处的留意 昼夜的寻职 不可懈怠 以防意外 老爷 我跟马荣啊 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即便发生意外的事端 也可以及时的 把它消灭掉 尽管我们不得已 已经分拨出许多的士兵 用于火化尸体 还有守卫 京师各衙门 王府 关上人家的空宅 我们还 他刚说到这儿 敌宫打断了 乔太的话 听 外面 还有街头卖唱的 这这隐隐约约的 就听见一个女子 颤抖凄凉的歌音 从这个街头飘进了 还伴有乐器的弹奏 隐隐约约的 能听见这歌词 月儿弯弯挂天上 简而不眠 以绣黄 手中连钩心不忍 如何佛了一地霜 做个梦到远方 心中缠绵一彷徨 秋风 哭起 动防舞 突然之间 一声恐怖的尖叫 这歌声停住 敌宫一挥手 乔太急忙 奔出了内牙 咱说简言 等到乔太出离了大门口 看见了一副景象 有两个穿着黑袍裂子 戴着黑帽兜的收尸人 正接住一个卖唱的女子 在这儿胡缠 昏暗的街上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 身穿天蓝长褂 体面的大官人 两个歹徒一看 赶紧的拔腿就跑了 说卖唱的女子 走到了这个大官人面前 深深的倒了个万福 多谢贵相公 打叫 小女子失礼了 这个大官人 瞧她一看 感情啊 身子瘦小 干瘪的脸上 浮起了浅浅的笑容 下额一小撮啊 山羊胡子 乌黑发亮 小娘子不要惊慌 我姓卢 是一个大夫 那两个歹徒 已经逃走了 我见到其中一个 已经染上这个疾病了 一张可怕的脸上 竟是这个炮枕 女子穿着一件 宽领长口的 匪红色的 绣花的绸衫 下面 啄着一件 悬色 百件的这个长裙 手里她 擒着一柄月琴 卢大人 这里是啊 关押府门的墙外 竟然还有如此 大胆的邪恶之徒 是啊 但是不敢动问小娘子 青春多少 猜来正是二八的妙龄吧 哎呦 长得忒标致 卢大夫将身子 挨进了这个女子 嬉皮笑脸的说的 让我陪送你回去吧 宅上是城里哪的 小娘子如果不嫌弃 莫不如啊 到舍下略做休息 说着话 他从这个衣袖里取出一块银子 又用胳膊过来 搂着那女子的牵腰 女子急忙用力的将这个卢大夫 赶紧推开了 你别碰我 我不是妓女 卢大夫啊 正打算大胆的轻薄 这街面上传来了马靴的嘎嘎声 到了这着 他赶紧一松手 这个女子就挣脱了身子 他面对着桥太撇了一眼 整理了一下衣裙 提着月琴 一声不吭的走了 卢大夫尴尬的看了桥太一眼 骂了一声 该死的娼妓 桥太在这上下打量着卢大夫一眼 相公您尊姓 在下我姓卢 是个大夫 哦 原来是卢大夫 敌老爷正打算见你 此刻您跟我们去经兆银府压 早上一遭吧 在下还得要去一个大官人家看病 他已经染上了失忆 休要啰嗦 你跟随我来 桥太不耐烦的命令 等到桥太进来的时候 敌公啊 这只坐在大叔案前 看着一卷公文 陶干呢 站在他身后 俩人呢 仿佛在商议的时候 桥太进来禀报 老爷 施方才 叫喊 感情室接上一个卖畅的女子 这位正是老爷吩咐 要请来的卢大夫 卢大夫说 那个卖畅的女子 是个妓女 我感到是 那个女子正纠缠卢大夫 兜揽这个生意 敌公朝跪在地上 卢大夫看了一眼 问这个桥太 那个女子 此刻在哪儿啊 他这么一问 桥太回答 回老爷 那个女子逃跑了 敌公啊 让这卢大夫站起来 施方才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 回敌老爷问话 小民啊 正要去东城 一个大官家里 他看病 那个大官人呢 感情染了这个十一 命在摧微 刚行的衙门 这个墙外拐脚处 见两个收拾人 正在纠缠那个女子 我呢 贺退了那两个歹徒 那个女子就来勾搭我 我这才明白 感情她是个烟花妓女 她抓着我的衣袖 死气掰来的 找我要几个钱 幸亏这位军爷赶到 他一见识不妙 就抽身逃走了 敌公注视乔太爷 又回过头来 看了看卢大夫 温和的说道 卢大夫 本押想问问你 昨天晚上梅先生 死的时候的清醒 当时你不是正在场吗 哦 不老爷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虽然说啊 在这个梅府 可是并没有亲眼目睹 那不幸的意外 我当时在西院的厢房 而梅先生 是从这个花厅的楼梯上 摔下来的 敌公一听点了点头 那你就说说 去这个梅府前后的事情 见闻多少 叙述来就试 是 敌老爷 昨天晚上啊 梅先生派人来请我 为他的老管家看病 并且留我 共进晚膳 由于啊 家谱 大多啊 被遣送了 由这个梅夫人亲自的 给我烧饭 老管家发高烧 我呀 诊了诊脉 开了几味药 这个晚饭 吃了大概有一个时辰 饭后梅先生 说他去这个花厅啊 楼上的书斋读书 然后啊 就在那儿休息 嘱咐梅夫人 早点回这个卧房休息 因为老管家这么一病倒 梅夫人也是累了一天了 我就转去西院 看这个老管家的病情 记得当时啊 偌大的一个梅夫啊 不见一个人眼 连这个犬肺之声 我都没听见 我心中自然是 害怕呀 突然我就听见 东边花厅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赶紧的赶过去 但只见梅夫人 正蹦过来 到这个西院叫我 他惊恐万壮 形容可不 他 这这敌宫啊 一听到这 赶忙打断了 卢大夫的这个话 你可曾记得 那这是什么时候 回来 那这是深夜 害时 梅夫人满脸失泪 抽气着告诉我 说是梅先生不慎 从这个楼梯上 滚下了花厅 跌破了头 血肉模糊 卖呀都没了 那你检查了尸体没有 底公问了一句 我只是粗略的检查了一下 梅先生头颅破裂 脑腔已经外溢了 扶手上 那些个 雕花 都已经见了血迹 我正想着 他是正在下楼的时候 突然的惊风 这才摔下来的 一只熄灭了蜡烛 倒在楼梯口 我还见到一只啊 软底的沾鞋 掉落在这个楼梯中间 梅先生进来 一直闹这个头疼 毕竟年轻轻轻 在这个广城仓核算盘点 负责放阵 从早到晚 难得一刻的休息 这样的好人 竟然得不到善终 那我问你 梅先生的确是一个长者君子 有古仙人之一风 那么 卢大夫 后来 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给梅夫人 服了点药 让他呀 稍微的平静下来 主妇他不要去搬弄梅先生的 这个尸首 等我到这个经兆衙门报信 叫来武座验尸 不料这个武座 这些日子 您也知道 天天在这火化厂啊 监督 难得回衙门 我今天一早来衙门 碰巧碰上了武座 就一把将他拉到了莓果 并且向衙门 值班的这个搬房啊 报了梅先生的这个死讯 好在老管家服了药之后 已经退烧了 能够走动了 在家里的伺候你 武座呢 验罢了尸身 也认为 那是不慎 跌倒摔下楼梯 以至于 卢脑蹦裂 武座验尸的尸格 我已经看了 卢大夫 你可以走了 我将委派牙医 去梅府帮着 料理梅先生的后事 卢大夫一听啊 长衣尸礼 微微的退出 乔太看着他的背影 妈 这个假猩猩 温温尔雅的伪君子 老爷 我起先赶过去的时候 看清楚 他是正在调戏 人家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惊慌的 挣扎 他到花言巧语 来徒赖别人 施方才 我也不想 一时将他点破 提供一听啊 这个卢大夫 目光浮露 言辞闪烁 很令人不快 陶干 你将梅先生 验尸 阁目拿来 与我看上一遍 陶干赶紧 从一堆 案卷当中 抽出一张纸 呈现给狄公 狄公啊 轻轻的念叨 死者梅亮 难 年六十九 伤功 长安米市 行会 行手 其致命伤为 颅脑蹦裂 头骨碎裂 其两腿 几背 双肩 以胸阔两侧 均有严重的擦痕 左下有 黑色乌斑 当系烟灰 或 期末之类 沾黏 沾泥断围 坠落 致亡 他将这个 验尸的隔膜 放在这个桌子上 甚是简明讹药 梅先生 从这个楼梯 跌落下来 身体自然会有多处的叉声 我感觉到疑惑的是 就是那左下上的黑色的屋板 乔太一听 老爷 梅先生不是说到这个书斋读书吗 显然他在书斋 写了些什么 脸上溅了一些个墨点 陶干 补充道 倘若是厌食不节 喝着 研磨的 太快 也会溅出墨汁来 敌宫啊 抬头 凝望着 高高悬挂着横扁 明察秋毫 说了一句话 这固然是一种解释 但是 这种解释 令我 疑惑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